互相在踢大家的腳徑骨 踢到誰頂不住呢? 就是輸了 你拿著對方的衣服 是啊 這個運動已經是十七世紀開始了 英國人真的很無聊 大家好,歡迎收看二字大國際 第四位和第三位 都是一些很容易受傷的運動比賽 你剛才說最想玩的出來了嗎? 我最想玩的暫時來說是... 一個字而已 我正在想那個西洋棋拳擊 如果我把它換成這個 中國象棋版就是鬥獸棋版 西拳 大家有沒有興趣去看? 如果有我試試拍 你們想我抽誰? 請選同磅數 很可憐,但人家可能不想跟你玩 問一下他可能會覺得很棒 我又聰明又好打 第四位,腳徑骨對踢 英國人來的 兩名選手就要站在一起 然後抓住對方的衣靈 兩個人互相在踢大家的腳徑骨 踢到誰受不了呢 就是輸了 他拿著對方的衣服 是啊 這個運動已經是十七世紀開始了 英國人真的很無聊 英國人有多少電話? 十二? 這個是心得來的 因為通常英國人的感覺就是悶 但是他們... 但是他們有時間不可以洗澡 他十二年都很不滿英國人不肯洗澡 好可憐 不痛就會很好玩 但他很痛 好可憐 好可憐 就到第三位了 6肢比賽 有沒有聽過? 有 這位都有聽過嗎? 我覺得好好笑 這件事很好笑 我也很想玩 在英國這個比賽已經延續了十多年 在1976年 為什麼不是1976年? 對不起,我讀錯了 每年5月份在英國的柏富山都會舉行綠芝士比賽 參賽者就要在山坡上跑下來追一顆綠芝士 最先追到那個人就是冠軍 至今已經有200多年歷史 綠芝士綠了200多年 分四組進行 由於山坡實在太斜了 衝進去的時候速度也很快 所以也有不少人骨折 受傷了 由醫療機構報告的數字 2018年的參賽者 因為傷勢嚴重被送到醫院 是有三名的 主辦機構說了一句 比我們預期的少 哈哈哈 醫療有沒有跑出來說 你們沒事不要搞那麼多事 沒什麼找來搞 先說一下獎品 冠軍是可以即場得到芝士 對呀 OMG 哈哈哈 很麻煩啊 這個 這個想掉了 你的肚子 哦 這個也有 那些叫什麼 接住他的人 不是那些叫 看著精神 是 每個人都很有 每個人都衝得很快 你都不要停了 我都回轉角 哦 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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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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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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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樣子是這個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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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m Ay 事情可以 所以說 哈哈哈 lame 嘿嘿嘿嘿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他的姿勢 好好受 冷靜一點 他應該是 我想報名,我想玩 那麼多人報名,應該不會是最後一個 誰知每個人都這麼老年 那麼薄餅 你馬上去看 重新提提大家 五月份舉行,即是現在 是時候來一些輕鬆的東西 這是第二名 就是這個世界丟雞蛋錶標賽 英國的 嗯,我覺得有點像 也是英國 比賽就是林肯郡的 施亞頓舉行 參賽者需要徒手把雞蛋 丟過45米的距離 他的組員 就要接著雞蛋 不可以弄爆他 鬥遠,誰最遠呢 就誰贏了 然後在另一個比賽項目裡面 也有俄羅斯輪盤玩法 即是一盤雞蛋裡面又生又熟 看看誰會打贏 來自英格蘭的運動員 打贏了64名對手 即是他跟人玩這個生熟雞蛋 是贏了64個人的連續 這個人很好運 運用在雞蛋裡 神經病,是我不肯 小畫面 神經病 拍雞蛋殼 即是特寫 人家的運動 特寫畫面是拍運動員 好認真啊 神經病 他還有一個partner 接到 是嗎 是嗎 對,我覺得比他還好看 他丟出來那一刻 為什麼玩過俄羅斯輪盤 扔雞蛋要練到這麼大隻 那人家 不是為了這個比賽而練到這樣 很開心 你覺得第二 這個比ASX更奇怪 ASX比較合理 好 好 第一名,擔豬蹄 擔豬蹄? 擔住豬蹄? 是 擔起豬蹄 那這次美國人威威了 美國人威威了 明明英國這麼多想法給你 都想不到你帶阿威 對,美國人威威了 起源於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 美國人就沿襲了這麼古怪的比賽 並且每年的6月1日都會舉行 雖然比賽的名字聽起來很荒舊 但一點都阻擋不住美國人的熱情 每當擔豬蹄比賽要舉辦的時候 都會聚集了美國各地的參賽者 大家很興奮過來擔豬蹄 擔豬蹄沒有任何門檻 你去到就可以Walking報名 很有興趣玩 很怕水 發生什麼事呢? 就有一個透明的水箱 然後就把豬蹄 放進水箱裡 然後參賽者就要有3秒時間給你 新的頭進去擔豬蹄 哦 有天過 天過有一個是擔蘋果的 那個是擔豬蹄 他們就不是為了獎金而來 他們是純粹為了玩而來 純粹為了擔走豬蹄 擔走豬蹄 那豬蹄到底是跟誰呢? 擔完之後 哇 OMG 其實也挺噁心的 那些水這麼濃的 豬蹄 那如果你的豬蹄乾淨的 那些水也會嗎? 不是當然會 你會不會嗎? 熟的 第一次喝啤酒 馬上瘦 馬上瘦 馬上瘦了 馬上瘦了 你快點喝醉了 不要忘記自己做了什麼 其實這樣看起來很噁心 那些是一個動物 一種生物的 他在教你怎樣咬 他在教你咬哪一部分 他有研究過咬哪一部分 是最容易擔走的 我就是想說 無論是第一還是第二 即是無論是擔豬蹄 你丟雞蛋也好 我感覺到如果人家在香港 你不要說是搞比賽 你只是隨便有朋友拍Youtube 然後玩那些東西 他都應該會被人擔走而死 第一句就是 不要浪費食物 那我的評論也是類似的 對於這兩個比賽 都是不要浪費食物 算了 我丁爆個雞蛋 不說那麼多話了 好啦 那麼多的運動中 你們最想玩哪一個運動 留言告訴我 接下來想不想我拍西洋棋boxing 跟哪一個拍 然後就留言告訴我 最好選擇同磅位 如果不是 不要玩 還有誰想跟姊姊 參賽那個什麼 什麼老婆 為什麼不斷我出去 那個獎金好啊 沒有人分的 哈哈哈哈 分的也好 你喜歡啤酒 你喜歡100元八博的啤酒 好 那這次就到這裡 下次再找到什麼奇怪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喜歡裡面的奇怪運動的人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約朋友一起去參加 訂閱